你们说 真的像大家猜测那样 有鬼神作祟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这话该我问你吧 其实 是送你的 这是你弄的 怎么了 我就只能会舞刀弄枪 就不能会这些 你上回送我盆栽当怀旅了 你太客气了 刚才听他们说 最近有一个很神奇的新案子 你说给我听听吗 你来送我这个 我很开心 但是关于案子 是我职责所在 不能告诉你 早点回家吃饭 赵婉芝 玉姐姐看 这几株花该如何搭配才好 荷花清新淡雅 只需配上些绿叶 便能吸引人的目光 姐姐说的有道理 听人说 喜欢摄弄花草的女孩 心中 通常都会住着一个仙上人 也不知谁有幸 能俘获妹妹的芳心 姐姐别开我玩笑了 姐姐明知道 武道弄剑 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那些事就是打打去而已 我父母走得早 身边也没别的兄弟姐妹 这次能与妹妹久别重逢 心中十分欢喜 妹妹若有了心上人 可以告诉姐姐姐 姐姐可以帮你的 怎么帮呀 瞧 好 还说自己没有心上人 那现在没有 以后也可以有吗 那多学点的话 总没坏处吧 好 妹妹说得再理 依我看 妹妹你最该想改变的 就是你的妆容 妆容 来 我帮你 好了 看看喜欢吗 这 真的是我吗 是不是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太习惯呀 我常不相信 相信我 男人还是喜欢女人 更娇媚可人一些 你现在的样子 一定会让你的心上人 对你动心的 哎呀 我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上人 好 你说没有便没有 我再给你头个小红唇 姐姐姐 叫她 太知了 哎呀 姐姐要是有空 要常来府里玩 放心吧 日后免不了常到府上打扰 就怕妹妹到时候会觉得烦 姐姐 你说哪里话 就送到这儿吧 姐姐再见 再见 洪山那边聊 Morning 你不想打扮你 和我说 要行网稿 等会儿 快着 舞蹈 的 您你赢了 我劝你还是别惦记他了 他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胡说 即便他心中没有别人 你只是一个奴隶 一日为奴 终身为奴 你们俩这辈子都是没有可能的 可是 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奴隶过 是吗 那你为何只能待在那 臭厚厚的马舅养马 为何你永远只能站在他的身后 为何永远都是他决定你的命运 而不是你决定他的命运 够了 我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把药盘还给我 急什么 坐下来喝杯茶 消消火气 坐下 你想怎么样 我能怎样 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聊聊天 交个朋友 其实 我是想跟你说 你若跟了我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绝对不把你当成奴才 我才不是奴才 怎么不是 你在他们业府 他对你 跟对待他们家的 狗儿 马儿鸟儿的 有什么两样 把药盘还给我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 我说 和你的主子圆安有关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想帮你看清楚 你在业圆安心中 尘寻是否重要 我就不相信 你一点都不好气 我向她开口要你 如果她拒绝 说明她在乎你 如果她同意 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 如何 无聊 站住 我看你是怕了吧 你心里清楚 她是一定会把你送给我的 袁安她不会这么做的 我 把这个还给你 反正你也用不了多久了 有着做个纪念吧 原来是水月姐姐啊 正想着你呢 我学了一些化妆的新手法 今天来交给你 真的呀 那太好了 走吧 走 把小签子烫得热一些 在睫毛上卷一卷 看 卷上去了 多漂亮啊 真的像胡姬一样 水月姐姐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无以为报了我 妹妹 要是真的想感谢我 就送我一样东西吧 姐姐随便开口 这要是我有的 全部都是姐姐的 其实姐姐看上的 不是一样东西 而是一个人 是 穆勒 妹妹真是冰雪聪明 一猜便中 姐姐有所不知 是 这穆勒自从进了家门以后 就没少惹麻烦 而且她与寻常家奴 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姐姐就算带回去了 也是给自己添堵 妹妹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 你我既是姐妹 姐姐就不瞒你了 不怕你笑话 我与你的家奴穆勒 早已 私定终身 姐姐开不得玩笑 你可是南景王嫡亲的孙女 身份何等尊贵 怎么 怎么能随便跟一个家奴 私定终身 感情之事 向来抢救缘分 情到深处 哪还顾得上 什么身份尊卑啊 姐姐是说 穆勒对你也 情深一重 前几日 穆勒非要送给我一对名贵耳环 作为定情信物 你有银子吗 可以借我一点吗 不过 被我拒绝了 倘若真有此番情意 为何要拒绝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我必须帮她得回自由之身 我们两个才会有未来 妹妹 你会成全我们的吧 姐姐随我来 无乐 无乐 我必须帮她 你不认为她 给他买耳环 是 既然如此 你跟他 穆勒 我们的事远安已经知道了 你在街上救我 冒雨在湖边等我 送我名贵耳环 还有在茶馆与我相会 这些我都告诉他了 所以你跟他走吧 从今以后 你便不再是叶府家呢 你要把我送给他 不是送 是还你自由 这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 穆勒 我说的没错吧 你的主子是很大方的 只要我开口 他是一定会把你送给我的 对于这种小事 他根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快跟我走吧 快去收拾东西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还你 是吗 我懂 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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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 有了 我有一个reme 如果你一早跟我说你们俩的关系 可能我一早也就成全了 但是你跟我耍了心眼 从今以后我们也不再是姐妹了 好此为止 真心待她 怎么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放心 我会比你待她好 她是从我们叶府出去的人 如果她在你那儿受了任何委屈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天珠到底被藏在哪里 这天珠到底被藏在哪里